渔船一笼子扔海底捞起来全大鱼 可谁能想到龙后还有个更大的 这是啥 苍龙吗 大鱼老应该不是故意钓它 因为它们船都承受不住沉下海面 等救援赶过来 全军都覆没了 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咱们补一期侏洛基世界的第三部 嗯 它是去年上映的 我看了 但是我忘奖了 一句话概括这部电影 龙戏挺好 人戏太乱 我删除了80%的人戏 尽可能保留龙戏 毕竟龙戏够多 你才知道自己看的是侏洛基世界嘛 本篇是侏洛基系列的第六部了 前面有侏洛基公园123 侏洛基世界12 之前的内容都是说 人类用高科技复活远古恐龙 自以为能玩它们 却总是玩大 玩拖 被它们玩 在上一部里呢 这些恐龙全都逃出园区 涌入现代世界 这才可好 人类只能试着跟恐龙共存 前期冲突非常多 刚才的苍龙咬沟就是一例 此外呢 还有剑龙打车啦 小恐龙欺负小女孩啦 非法团伙也会走私恐龙 动龙赌博 乱得很 人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组织 来管理恐龙 一家国际公司应远而生 就叫它神物公司吧 它的总裁在山沟里建个恐龙保护区 说想研究恐龙造福人类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跟前几步的反派一个是外啊 实际上它也是憋着坏呢 总裁和它手下的吴博士脑洞大开 偷偷把白恶纪时期的DNA 弄到蝗虫身体里 造出一种新蝗虫 这家伙超巨大 超能生 而且超难杀 几乎是不死之身了 总裁偷偷把这些蝗虫放外扁 制造蝗灾 这种蝗虫吞食一切 但是呢 你要是用生物公司的种子来种庄稼 那它们就不吃了 总裁想通过这种方式垄断粮食市场 这当然会饿死很多人 但它无所谓 你说坏不坏 我们的主角团超级豪华 光主角就有六个 我把它们分成中年组 老年组 一组一条故事线 老年组有三个人 核心是艾伦 他们发现这次蝗灾七窍 猜出是生物公司的阴谋 于是呢 他们假装拜访生物公司总部 想从蝗虫身上抽取DNA样本 这样就有证据 揭穿黑幕 这事还挺肥功夫的 就让他们先找着吧 中年组的核心是欧文 本作中他领养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孩是人类史上 第一个无性繁殖生出来的 DNA还经过人工改造 科研意义非常大 容易被坏人盯上 所以呢 欧文带女儿隐居在老林里 今天欧文策马奔腾 用咸属马术 保护着附近的复制龙 女儿骑单车时 也遇到了庞大的迷惑龙 他们性格温顺 但处在工人干活的地方 就是不能屁股 女儿悄悄指定工人 拿发光棒引走就行 恐龙会被光吸引 这应该是欧文叫她的 总之呢 欧文一家跟附近恐龙相处很融洽 但这种和谐还是被打破了 第二天 一个绑匪定生女儿 突然就开车把她抢走 欧文猝不及防 没能拦住 这次结案的幕后黑手 还是生物公司 最近疯狂大蝗虫 渐渐有失控趋势 吴博士怕蝗虫灭绝人类 建议消灭它 总裁却仍然很固执 还要改良这些蝗虫 为此呢 就要用到欧文女儿 因为只有她经过基因改良码 研究她 就可以改写蝗虫基因 话说绑匪抢走女儿之后 必须经过一次周转 才能把她运到公司总部 周转地点就在马尔他 欧文结获这条情报 立刻去马尔他救女儿 这有个庞大的恐龙黑市 不法之徒把恐龙当宠物 家畜 甚至拿来斗兽 任何罪行放在这儿都不鲜严 欧文怀疑 女儿就在这周转 不出所料 绑匪果然在这儿 欧文在恐龙黑市里开始追捕 节目效果拉满 最开始只有小恐龙 撕咬欧文 后来绑匪狗鸡跳墙 竟放出两头大型石肉龙 他被这俩下一局令 正好掉在斗兽场里 欧文也扑过去 这个场地还是第一次 有人类搏斗 场内恐龙都傻眼了 场外的步伐之徒 也纳喊诸威 欧文毕竟在海军待过 打阴绑匪很ezy 只可惜他晚了一步 这个家伙刚把女儿 周转给一个白衣女 马上就要运回公司 绑匪刚收完 被肉食恐龙一口吃掉 欧文风尘仆仆 又去追那个白衣女 这女人是生物公司的人 专干脏活 手里还有一批野蛮盗龙 这些龙受过杀戮训练 主人只要用激光 标记一个人 他们就会认准目标咬 致死放休 欧文的主角团 把他逼太紧 他以狗击跳墙 把这些野蛮盗龙 放出来追击 欧文被追杀得好烦 只好骑上一辆摩托 和他们狂飙 欧文飞车时 从两头肉食恐龙脚下闪过 那正是刚才被绑匪放出来的 看来 马尔他市民是要遭点罪了 欧文也没心思恋战 在这口功夫呢 他的队友已经启动一架走私飞机 准备跑路 欧文把速度拉满飞车进舱 野蛮盗龙先跟着上天 又掉海里 成为史上第一条水入空三骑的盗龙 欧文从死神指缝里捡回一条命 真让人庆幸 但他还是失败了 别忘了他是来救女儿的 当他跟野蛮盗龙牵扯时 女儿早被遇上飞机 送到生物公司总部了 欧文仍不放弃 直接往生物公司里空飞 他本想装成送货的溜进去 但总裁一查就知道 他是来救女儿的 下令击落 这个击落方法倒挺新鲜 欧文要去公司总部 必须飞过恐龙保护区 那里呢又有凶猛的翼龙 以前这些翼龙不敢飞高 因为公司有一套空中威慑系统 翼龙飞高就会被驱赶 现在呢 总裁下令关闭空中威慑系统 翼龙一飞冲天 突然首撕飞机 这叫一颗暴躁 欧文一伙紧急逃生 命倒是挺硬 飞机都寄了 他们却毫发一伤 其中一个队友流落到丛林 首次接触本篇新加入的恐龙 镰刀龙 这家伙有一对致命镰刀 一巴掌干奏吃草小鹿 起开 我来吃 看来这家伙虽然吃素 却不是吃素的 队友生怕以挨巴掌 偷磨溜走 镰刀龙的力掌 在他心里留下阴影 欧文这会儿人重新集结后 开始硬闯公司总部 正巧 这会儿女儿也开始自救 她制造一场骚乱 趁乱逃走 更巧的是 艾伦那边的老年组 也从蝗虫身上提取完DNA样本 女儿正好跟他们会合 一起跑路 接下来估计你们也能推断了 他们跑一会儿 又正巧遇到欧文一伙 所有主角终于首次抱团 虽然属实有点太巧 但也挺好 人在一起才不乱嘛 主角们在抱团过程中 又接触到几种重要的恐龙 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南方巨兽龙和霸王龙 在本篇设定里 南方巨兽龙是最庞大的 陆地石肉龙 比霸王龙更胜一筹 你看霸王龙正在吃小鹿呢 就被南方巨兽龙给撵走 小鹿也被抢了 委屈得像个小朋友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 双冠龙 这个家伙造型别致 专门负责下人 还能喷毒液 不过他体型很小 劲儿大的人都能掐死他 主角们摆脱这群恐龙后 离成功出逃又进一步 总裁开始慌了 毕竟主角们拿走了 蝗虫DNA样本 万一这事暴露 公司不是要身败名裂吗 总裁也狗急跳墙 想出个外招 他要烧死实验室的蝗虫 不留罪证 问题来了 他的蝗虫是不死之身 他的烈焰又能烧死一切 用他的烈焰烧他的蝗虫 怎么样呢 蝗虫浑身是火 没头乱撞 大伙要烧死他们 得用更长的时间 可在那之前 实验室的密封环境 先遭不住了 这些大蝗虫顺管道飞走 像地狱恶魔一样 飞到哪 烧到哪 有些蝗虫掉到树林里 那就是天人火种 一时间大火燎原 总裁原地傻眼 宣布我们败了 所有人快跑 他这个决定 就跟刚才那把大火一样突然 局势彻底失控 人啊 恐龙啊 全都尖叫乱跑 这个场面 有6500万年前那味了 大部分人逃跑时是徒步 就总裁选择坐地铁 但他坐一半就断电停摆 他感觉前方黑暗里好像有东西 拿手机一照 是双冠龙 他们东一个西一个 你一口我一口 总裁就领了便当 他的惨叫在地铁回荡 经久不息 再回来看主角团队 他们跑路时听到一阵可怕的呼吸声 仰头一看 又是那桶南方巨兽龙 他们捏手捏脚 绕着车躲猫猫 但这么多人 想看不见都难呀 南方巨兽龙一口咬小女儿 牙齿离他就紧离女 多亏铁栅栏才没出事 一位队友利用恐龙爱看光的特点 用火蝗虫加长毛吸引注意力 罩着红龙就一下 南方巨兽龙十分火大 非要吃几个人解恨 主角们人多 各自掏出武器 最后呢还是电机器好用 就算是恐龙 眼睛被电也遭不住 溜了溜了 主角们稍作喘息 开始撤离 主楼附近呢 就闲着一架直升机 正好有个队友会开 坐上就成了 他们赶路期间 偶然遇到吴博士 也就是总裁手下 研究大蝗虫的那位 他还是有良知的 愿意改写黄虫基因 阻止这场生态灾难 前提是他要用女儿做研究 分析他的基因 是怎么被改写的 女儿很大肚 当场同意 大家就带上吴博士一起跑 直升机就在眼前 但要想坐上去 有一点点困难 这里许多恐龙 正没头绪乱跑 其中竟包括一头霸王龙 好在他不是来吃人的 而是要跟老对头 南方巨兽龙PK 广场突然很像 古龙马竞技场 两头巨龙 既分胜负 也决生死 主角们趁着神仙打架 低头跑路 但这次不太巧 霸王龙被打败时 正好压到他们 其他人想救 却不敢 这时一头吃草狂魔 缓缓入境 镰刀龙也来了 任何影响他吃草的 都得死 南方巨兽龙也不例外 双方打成一团 主角们终于逃脱困境 坐上飞机撤退 他们低头望去 镰刀龙好像不太占优势 只能用长爪子抵挡 不过霸王龙渐渐爬起来 还要报仇 一时间形成三龙鼎力趋势 南方巨兽龙 左看右看 不知先有谁好 霸王龙趁他扭头一推 正好推到镰刀龙的力爪上 炸个头心梁 电闪雷鸣 本片的隐藏主角 霸王龙影响了王者之战 而本片的隐藏配角 镰刀龙也仰天长笑 看谁还敢影响他吃草 电影结局非常标准 吴博士通过研究欧文女儿 改写了大蝗虫的DNA 现在这些大虫子不再有害 他也算将攻不过 每一代反派公司不同 反派老板也不同 就他贴大不便 你说厉害不厉害 主角们这边也成功揭发了黑幕 生物公司挂掉 它们原有的恐龙保护区 现在变成自然保护区 恐龙可以自由繁衍 方言看去 恐龙仍然存在于现代世界 并且逐渐壮大 人类只能试着理解它们 和谐共存 就像奔马和复制龙 飞鸟和翼龙 鲸鱼和苍龙那样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lorFans 咱们下期再见